肾虚是很多人比较敏感的词语,尤其是男性朋友,肾虚属于一种中医名词,是指肾脏的精气不足,主要症状有四肢脏力,腰蜥酸软,倒汗,胃汗等等,肾虚不仅有损身体健康,同时也会降低生活品质,如果出现肾虚,肾亏的症状。 大家千万不要,胡乱服药,我们可以采取食物疗法,生活中很多常见的素食,不仅是美味佳肴,同时也是肾虚人群的福音,哪些素食可以补肾? 莲子,莲子属于一味中药,它是植物棉肝脏后的成熟种子,中医认为莲子为甘性品,可以入皮筋,肾筋和心筋,具有一身色筋,养性麻疹和补皮质蟹。 白果,白果是银性的种子,表面是黄白色的,味道甘鲜,热带丝丝的苦味。 白果主要单为要用白果和食用白果,要用白果绿带色味,而食用白果口感比较清爽,白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,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维生素,矿物质,银性酸和白果分的营养物质。 中医认为白果性温味肝,味苦,具有春筋,咫咳,清热的功效,本草在信中记载,白果可以补气养心,一身滋阴,我们将白果煮粥,或者是熬汤喝,不过白果有小度,大家千万不要过量食用。 香豆,香豆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,又叫做长豆角,香豆不仅味道鲜美,还具有纤维毒腎,调和五脏的功效。 香豆中含有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,有质蛋白质,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,有益肾脏健康,特别适合肾虚患者食用。 栗子,一年四季,大街小巷都有卖糖炒栗子的,很多人把栗子当作零食来吃,其实生吃栗子还可以补顺,栗子素有甘果之王和人生果的美与,中医认为,栗子有补顺健康和强生状苦的功效,因此栗子又被称为圣之果。 栗子最佳的食用方法就是生嚼,如果我们早晚能生吃两个栗子,就能达到补顺意气的功效。 同时也能缓解,腰气酸软的症状。 山药,山药是秋冬季节常吃的一种蔬菜,又将作属育。 华山,山药是一种廉价的滋补品,中医认为山药味甘性瓶,可以入肺筋、脾筋和肾筋。 山药中含有黏蛋白、淀粉维、皂嘎、油鲤胺基酸等物质,具有滋生移境的作用,要想获取山药最大的营养价值。 我们可以将山药用来煮粥,山药粥不仅味道甜落,尝试也不会引起身体肥胖。 其实,肾脏出现魁食并不可怕,我们可以多吃林子、白果、浆豆、栗子和山药这五种素食,它们不仅美味可口。 补顺的效果也让你意想不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